我生命裡面有兩首歌 在我生長過程裡面有兩首歌 在半面在睡覺的時候 做民望進行起來 起來的時候因為很惆悵 因為我夢想說 分開去夢到的 剛才是夢到羅大佑的入港小鎮 我夢想我有一個藝打 做這塊藝打起來 後來真的有時候有藝打出一個模式 我覺得這塊是很棒的 但是我是一個 要用一支藝打所有東西的個性 所以我在想 怎麼能一支藝打起來 就是羅大佑的入港小鎮 其實第二首就是這條絲綢之路 絲綢之路我起來的時候 真的比較特別惆悵 那一組起來的時候 感覺過的人陷入的一種迷勁 是一種神友 那時候還有一種用過藝術 感覺說 這個地方應該去驚驚 那是我們的祖國 所以整個絲綢之路出來的氣氛 對他們的影響可以感受到 所以我夢想說 我自己藝打 就像那種龐大的氣氛 都大起來 我起來的時候很爽 覺得很義大 藝打比較大的時候 我感覺 太消風氣了 因為氣氛實在是 沒有用這個藝打去打 藝打比較是為它的極限 但是 我感覺我也是要在努力 所以有藝打的人 是在努力說 要如何可以用一支藝打發揮 之後更加龐大 所以在今 有很多人用藝打去講過 也用藝打 那種敲打中間的一種藝打 變成一種節奏樂器 所以我相信藝打的未來 還有偉大的空間 只說 藝幕前來講 藝打可以當一段最高興的東西 可以當一種種趣味的音樂 就是要當很龐大的 可能還是一樣 藉由管制音樂 藝打是說 有一個伙伴可以噴頭底 你知道嗎 用藝打到頭底 來噴這句 絲綢之物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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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 在內 自己是女士 很渴重 是 好 是 很 我的 pharmacy 都是 很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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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